歡迎收看今天的拜託砲訊 NOMASY 又到了每個禮拜五晚上七點 最歡樂最專業的格鬥遊戲頻道 大家好我是Ruby 那今天呢 我們路上非常塞 我也是差不多剛剛五分鐘之前才到 所以大部份的來賓跟主持人都還沒到 不過呢我們Ruby先到現場了 歡迎Ruby 哈囉大王 聽說昨天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算是可以放在那個FB的那個人生里程碑 什麼事 你不要中算啦 昨天都開 標題都下了 喔你說 喔 對啊對啊 欸那個 我們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先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節目內容 其實滿 反正今天算是 呃我們持續這麼久以來算是這個 這段時間以來最多內容的一次 我們今天內容非常豐富 我們第一 第一part當然還是會稍微閒聊一下 我們上禮拜的白金賽COMBOBREAKER 沒有錯 這個COMBOBREAKER算是 呃規模一年比一年來的大 去年這個 應該說今年的賽事又來到了人數的新高 來到了 快達軒舞有六百多 然後切龍豬有七百多 應該超過兩千人次參加這場比賽 吃吃吃吃 沒關係啊你吃啊你吃啊 觀眾喜歡看你吃 OKOK 好啦葉子也趕到了 歡迎葉子 嘿 嘿 就先掛著吧 然後 喔不是叫你掛網喔 掛著 先叫你麥克風先掛著 叫你掛網一樣 好啦那個 第二part呢我們會來玩這個 我們第一part會先聊一下這個 上禮拜這個比賽 葉子也有看嘛對不對 上禮拜 就那個COMBOBREAKER美國的那個 喔有 水網的 對 有稍微看一下啦 好 那我們除了快達軒風的賽事令人注目之外 我們還有很經典的這個 七龍珠賽事這個 勾一集終於從神壇上面走了下來 喔 對這個 等一下可以來稍微聊一下 那我們在第二part呢 會來玩一下這個 快打30週年合集 這個是 RB很期待了 你喜歡玩二代還是玩三代 沒有我覺得都不太會玩 哈哈哈哈 因為這時候年紀還小 真的就不太會玩 真的嗎 你少來 真的啊 你少來 我記得有一年我們記得辦 二代的比賽 你還用霍克去哈妹人 阿不會玩只好就用最簡單的啊 阿那個霍克他從頭到尾就只有一招 只有一招 在天上這樣飛 沒有就跳輕拳然後落地就指令頭 跳輕拳落地就指令頭 那個跳輕拳持續超久 就你一跳就可以按了 他從頭掛到尾掛在那邊 對他那個打擊半天就一直在那邊 有沒有 所以他那個輕拳就會一直持續在那邊 然後一落地呢馬上指令頭 對對對 好渣喔 哈哈哈哈 然後就第二名了 髒 你看從以前二代玩角色就這麼髒了 對啊 難怪到五代玩就連結這麼髒 你不會玩我就要選一個最速成的 最速成的 最速成 有頭腦的 有頭腦的 好這個 然後第三part呢 我們還會有七龍珠的教學 這個 我們其實在第一波的那個 DLC教學的時候 就是角色出來的時候 我們做過一點點教學嘛 那那個時候是只有我一個人 來教大家怎麼玩這樣子 所以感覺有點單調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呢我想說 該找個時間來找下台灣有幾位 七龍珠比較厲害的玩家 然後如果有機會上節目的話 今天呢我們就請到兩位非常厲害的高手 要來教大家 這個 七龍珠嗎 對 沒錯 台灣第一這個稱號 就不適合再繼續顧礙我身上 好不好 他們是從哪裡找來啦 七龍珠可以賽嗎 我最近有拿到這個稱號過 我最近曾經有這個稱號過 我說過 你們還曾經中有就可以 真的 曾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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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個開開玩笑啦 這兩位玩家是因為我現在每個禮拜一 都有在辦這個 七龍珠的線上賽 就跟奧比貝類似啦 所以 那當然比賽辦到 上一次大概是第六屆第七屆的 所以 有幾位玩家交流的次數比較頻繁的情況之下 我就找他們來 問他們上節目的意願 剛好他們也都住北部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地請他們來這樣子 所以他們有拿過一兩次冠軍 我們貴客也來了 你們兩個肚子餓嗎 你想吃 便當在裡面啊 不知道 為什麼你們能在電話上吃便當會要 可以啊可以啊 你也在這邊吃 今天就餵食秀有沒有 有麥子是 麥子是 給機會嗎 今天記得守到最後一刻好不好 第四part把你的PC跟PS打開 來跟台灣第一博地神來推薦一下 真的真的 今天的節目會非常精彩大家不要錯過 好 我們在等統神入座的同時 我們先進第一個新聞啊 第一個新聞是 這個知名對曲實況主RB 這個在昨天宣布這個退坑 那究竟是退什麼坑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還有影片 會不會上電視呢 就看這一次了 這個很重要 這個跳下去了 我這加8的 我點下去加9就上電視了 你毫不猶豫 點下去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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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你那褲子是加8的喔 沒有我就是緊緊夾啦 我已經講到沒事 好小 加9的很貴 加9三千耶 藍色直接點 有啊 我們這邊加9三千 我只有點了加9次驗 到後面不講話了 BANG不見 最後一隻 最後一個是什麼啊 加9次驗 哇靠 我點加10啊 你真的是瘋 我想說他搞我 至少一個沒事發生 結果沒有 你這樣啦 你實在特地跑去一個神殿去點衣服 對啊去教堂啊 就白癡 去教堂 我要上電視 上 電視 上 電視 你上電視啊 對啊 現在就上電視 我不知道上這個電視啊 麥卡貝網路電視 通常 因為 你們都會覺得說他去教堂點很白癡 可是這個其實其來有知 幹真的假的 就是 以前玩天堂的人都知道 點裝備一定要去正義神殿點 對 喔這個我有聽說 這個我有聽說 所以在 比較有效是不是 有機率有 你覺得有嗎 那我怎麼看你現在退坑怎麼 我覺得你的裝備怎麼跟我差不多啊 我裝備補充沒有到非常好 就OK 就還OK啊 OK 你腰筋 對腰筋啊 幫多少 我沒退錢好像一百 一百 一百一百一吧還是 一百一那還不錯 還不錯啊 不過你幾級 七十幾 六九 六九一百一 嗯差不多 我那時候問他說為什麼不賣帳號 他幫夠了所以沒辦法 喔對啊像我也是 你也是幫幫幫 沒辦法幫 好吧 要不然如果這樣子 你這樣子裝備賣掉可以賣多少錢 現在都很 不 他那個 他那個沒有綁定的那個價格 一個都一個都有價格 你知道嗎 可是當你綁定在同一個賬號的時候 你只能賣帳號 對 那個價格那個價格拉很低 就很高 你說如果是整個帳號綁出去了 對 就像 那個大家都不是想抽紅便嗎 對不對 一個紅便可能他的價值就值三四十萬了 可是當你綁定帳號的時候 紅便就只剩幾萬塊 就是這樣子 綁定的都很大 OK 好所以 這個 大家要退坑之前要先想清楚好不好 今天 他如願上了電視 只不過他是上賣咖啡網路電視 如果今天點過了 你覺得會上什麼電視 就上那個天堂公平啊 公平直接 公平會講說 誰點過了 台中熱狗的那個加8金金甲發出一瞬間光芒 會公平是不是 會廣播 OK 那現在遊戲就是要做這樣子 去誘使大家 真的 這個真的是很那個 好 那總而言之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遺憾的消息要告訴大家 除了這個RB的裝備全點報之外呢 還有一項煉難過的消息 這個是小寶在前天這個 在推特上面先公佈了英文版的這個說明 就是他跟 香港的Talent職業站隊 終止這個合作關係 應該是說合約到期 合約到期 所以就沒有續約了 所以 小寶現在也是屬於一個自由求援 自由求援 目前是沒有職業合約的狀況 所以呢 特別提出來並不是說 要告訴大家說 小寶最近成績不好 所以造成這個節目 角色問題 真的 我覺得那個角色差很多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啦 不過 會特地在節目上面講就是希望 消息一出去有台灣 或者是國外的廠商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們小寶實力是還不錯的 稍微 給他贊助一下 他出國比賽應該還是可以拿到好成績 如果今年實運不佳 希望他可以再加油 好不好 那小寶也會參加明天這個 雅虎 線上 雅虎名人邀請賽 他是四位關主之一 那包含我們RB也會在 所以 請大家可以持續給我們小寶支持 相信過沒多久應該就可以 有新的合約了 希望 好 第一個我們今天新聞很多 要大概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6月15號上市的 手機遊戲 這個是很經典的 The King of Fighters 我們格鬥天王的All Stars 終於在 6月15號要正式上了 最近廣告打很大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抱歉 最近廣告打很大 是全王世界 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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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目前是 日本那邊上 手機太多了 會搞混 會搞混 因為他97 我記得他97還是9811 這畫面看起來不錯 還可以合作模式 最多三人 又變橫向動作捲服 吞蝕天地 噗嘶天地 欸如果變這樣 我就會想 硬度上 這個ھیu 巾phoria 跑一個噪水出來 好 這個是 這要更正一下 這個All Stars跟我們最近看到拳皇世界那個 不一樣 那葉子好像是拳皇世界那邊的 有接到代言嘛 所以你是Cosplay誰 雅典娜 魔攻雅典娜 你之前有Cosplay過 格鬥天王其他的角色的嗎 沒有 好像完全沒有 我覺得他等一下蠻適合他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一個比較明顯 他的背景就是 他是一個歌星 對 他是一個歌星 偶像 就比較 對 就比較那個 偶像 萌萌的 偶像的 就是還蠻適合 開演唱會唱歌什麼那些 好啦 我覺得 假以失日可能可以挑戰一下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完全沒辦法 不行嗎 不行不行 剛剛還是有人問說你那個 明天的比賽是幾點 明天 奇謀的嗎 對 明天奇謀是 預計是下午2點 到2點半左右開始 因為前面還有一個那個 英雄聯盟 是現場的嗎 對 明天是現下的 在這個新生高架橋下方 我覺得一定爆炸 那個什麼線路什麼的 某方面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嗎 那個新生高架橋下面 那個鐵龍館那邊 那邊我有去過 我不知道怎麼加網路 不用網路啊 你說直播 直播怎麼不用網路 明天其實他有特別搭棚 所以 今天已經搭好了 今天已經搭好了 然後已經有在測試訊號 我覺得沒問題 我比較怕的是 雨下太大會影響到 大家來觀賽的意願 那邊確實 因為最近都是午後雷震雨 對啊 那如果真的下雨 導致這個 大家沒辦法來的話 大家也可以待在家裡看轉播 還是有轉播了 好不好 那等一下雅虎的消息 我再重新講一次 沒關係 那再來第二個 倡藝末世路 終於在5月31號正式上市了 那布雷克 貝拉多娜同步免費釋出 還有一隻角色 我記得是歐利耶 總共三隻角色 免費釋出第二遊戲的部分 那倡藝末世路 這一款大亂鬥遊戲呢 就是強調二打二 以及他有加入這個RWBY的系列角色 然後 我自己會在下禮拜的時候 辦這個遊戲的線上賽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再來第三個就是 劍魂6持續的公佈他們的 角色的影片 展示影片 這一次公佈的這隻角色是 劍魂1的經典角 來看一下影片 YAY MAXIE 日王 雙結棍喔 好帥喔 他年輕的樣子 這好像一個日本女士拿雙結棍 有嗎 衣服關係吧 他抓到沒有日配版的 這個遊戲不是日本的喔 是吧 是 但是他抓到的影片是美國的 所以是Impact 我想說這個畫質 美國應該做不出來吧 不會啦 引擎是美國的捏 對啊 拿雙結棍的一定都要誤啊 其實講到雙結棍當然 代表性人物就是我們的李小龍 你知道 國外不管是美國還是日本 他們對於這種 李小龍這種崇拜 其實在台灣其實很難 很難以想像 你看這些角色多多找找都有 包含其實快打有那個飛龍 對 對 李小龍都是有一種崇拜的那個 在喔 所以都會有用角色來 算是這個致敬 致敬一下這一位這個傳奇偉人 所以呢 MAXIE這個角色是 曾經在劍魂1登場 然後 算是經典角色 這一次也在六代回歸 那這個影片其實後面 還有一點點有被剪掉 這個已經開始預購了 所以劍魂6現在開始預購 我預估呢 大概會在EVO之後的一個月到兩個月左右 這個遊戲應該就會真實上 差不多 因為開始預購啦 差不多要跑兩三個月吧 好 所以我覺得3D格鬥遊戲這個 那個視為了一陣子 然後鐵拳慢慢撐起來的情況下 那劍魂如果又 劍魂6如果這邊又做了成功的話 我相信3D格鬥遊戲 慢慢的也會有他們自己的市場 我覺得可以期待一下 好 再來 我們6月16號 我們剛剛提到鐵拳了 鐵拳世界循環賽 台灣戰呢 即將在6月16號 在三創的邏輯電競館 也就是我們每個禮拜四 快打聚會的地方 在那地方 6月16 禮拜六呢 要舉辦這個 台灣戰 也就是俗稱的TWT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有大概知道報名選手幾個嗎 呃 因為這個資訊才剛放出來不到一個禮拜 所以還不知道 但是 就是據我了解 有一些選手已經在推特上面講說 他們會來 那至於報名的人也不知道 那據我所知就是非常著名的鐵拳 目前的第一個女性職業選手 就是TANUKANA會來 這個是確定的 那既然她會來 那就表示說 日本有一些鐵拳玩家應該也會跟著來 那包含韓國的一些鐵拳種 大家比較熟悉的 因為這個世界巡迴賽跟 卡普空的職業巡迴賽是一樣 是有積分的 是有積分的 所以可以預料得到就是韓國啦 然後日本 還有一些東南亞的 著名的鐵拳選手都會來 什麼JTCR啦 江定啦 SANT這些可能 可能都會來 因為這個分數來講 賽季也進行到這個中間的時候了 所以分數來講是很重要的 可是剛剛那海報是鬥魂的 因為原本鐵拳 去年的時候是跟鬥魂一起辦 對不對 那這邊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今年鬥魂延期 從原本的6月16延到8月 對 可是鐵拳的日期已經定下來了 所以官方這邊是 沒有辦法做調整的情況之下 這個 就繼續留在6月16半 所以今年鬥魂不會有鐵拳 對 今年鬥魂確定的正式項目有三個 就是快打 切龍珠跟KOF這三個 對 這是比較遺憾的部分 YOU會來嗎 聽說YOU會啦 就是那個 比賽吃香蕉的那一位 不是比賽吃香蕉 是比賽比到一半會吃香蕉的那個 所以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連YOU都來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啦 大家可以去 找他拍個照 這個 職業 職業 職業媽媽 職業媽媽 好 那個鐵拳的部分的話呢 這一次的世界巡迴賽 只有一天 我們不然會打一天就打完 就是6月16號當天打完 所以 大家對鐵拳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報名 我們剛才有報名資訊 那如果你想要找詳細的資訊的話 可以到小巷的這個FB去看一下 還有這個相關的資訊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直接FB小巷問一下 好 來我們再來看 既然都提到鐵拳世界巡迴賽 那鐵拳7 5月31號也公佈了這個 上四周年的免費更新 包含他的故事模式 髮型 以及配件 那鐵拳的紙娃娃模式 一直都蠻 受到這個 就是 就是大家的愛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等一下這個衣服是 這個衣服是哪一個故事的 有點忘記了 看不出來 對啊有點忘記了 這應該是 不知道哪一個遊戲 好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知道是尤里安嘛 頭上有一顆 頭上有一顆啊 頭上有一顆啊 那是眼睛啊 那是眼睛啊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可愛喔 這是 這是原本那個Kuma 然後換一個Skin 變成像布娃娃 對 就有點像怪獸那樣的Skin 原本就已經很像玩 這什麼啊 本田 哇塞 哇這杜兜 然後還是聖誕裝 就是之前 之前做過的活動限定衣服 然後現在又拿出來這樣子啦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還不錯 我覺得鐵拳指挖挖系統 一直都做得不錯 還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如果你鐵拳漆很久沒開 可以開出來看一下 這都是免費的 重點是這都是免費的 都免費的 這都是免費 因為是上市週年紀念 其實鐵拳漆在 家用版的銷售量是 比那個 好像跟快達5是差不多的 跟快達5是差不多的 都是200萬以上 200萬以上 所以鐵拳玩的人口 也不會比快達少 有人說好大一包 好 再來我們今天新聞很多 持續來看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在上禮拜的 combo break 2018 在美國芝加哥所舉辦的 白金賽事呢 除了快達圈5 受到注目之外 還有這個七龍珠項目 七龍珠這一次 報名的人數高達700多個 比快達5的600多個還要多 那所以呢這一次的對戰 這一次的比賽也相當的激烈 最後呢 雖然說很激烈 最後呢還是這兩個人的對決 就是SONY FOX跟GOEGI 然後這個是 美國跟日本的這個 世仇大對決 GOEGI在 呃 今年3月底的時候 兩人對戰 搶10是10比 我記得10比4獲勝 我記得10比4獲勝 然後 後來再追加比一次 還是GOEGI大量大幅領先獲勝 也就是說GOEGI是 稱霸了七龍珠界一段時間 他從3月底 輸給德古拉一次之後 這個線上賽的戰績是 90幾勝 一敗 他就只輸過德古拉那一次 之後線下賽就沒有輸過 然後一直到COMBOBREAKER 這一次遇到SONY FOX 先被他打到敗部 所以然後最後總冠軍賽 又是兩個人對到 那最後的結果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最後是由SONY FOX擊敗 喔這個是 這應該是總冠軍賽 就是已經冠軍 對 一直表示 他格鬥的是高手 你不知道講什麼啊 你為什麼講什麼 你為什麼他們其實也打 不是七龍珠嗎 對啊 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 他們的 看法能力太快了 就是 沒有人可以跟得上他們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遊戲就是 比誰會進攻而已 當然還有防守啊 比誰會防守 但是你只要有辦法 先開發出別人 很難去防守的套路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直打 一直打 對 這一次SONY FOX他能取勝的原因 在於說第一個 他更換了他的 那個對戰組 我有注意16號不見了 對 16號剛好是 最近的版本有稍微 nerf一點點 然後他針對了 勾伊吉的組合去下了一點功夫 他把 小普 賽魯然後再加一個 霧天克斯 這樣子的組合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組合 其實就是 這三隻 其實單兵能力都非常強 然後就是搭配任何一隻的圓珠 都可以讓對方 強迫 強迫要拆 我知道我看到 他那烏天克斯真的是 強者很厲害 那 勾伊吉他強是強在說 他的防守很厲害 就是進攻其實大家都會做一些很難 看出來的進攻套路 不過勾伊吉是強在說 他以往面對到這些 對方的強者的時候 他都有辦法擋下來 可是 那一次我有仔細看 他守不住 守不住 真的被中下端弄到守不住 中好幾次都擋不起來了 到最後其實是有點崩掉 到最後其實有點崩掉 所以 Sony Fox這一次的 嘗試算是很成功的 算是很成功的 那當然 也不是說勾伊吉 這一次輸掉之後 就沒有什麼皮條 他其實也有在考慮說 因為 因為那個 超級被擊打的這個圓珠性能 有稍微下降一點 所以他有考慮 他的組合也要再做更換 對所以 這個遊戲慢慢開始 就是走向這個 其實跟快打5一樣 就到後面 大家會追求這個 角色性能 沒錯 然後以及 七龍珠他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的 隊伍組合也會有影響 對 怎麼去搭配也是很重要的 那 其實 這一次的八強賽事 整個看下來都還蠻精彩的 其實大家的實力 都慢慢的逼近到 美國的Sony Fox 以及 其實他們兩個在打上 這個冠軍賽的路 也不是說特別好走 其實都還蠻顯的 其實都還蠻顯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那一天有去 我那一天有做這個 八強的中文轉播 大家可以去看重播 好 好 再來 呃 之前介紹過的這個 快打的那個 U-LOOS USB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可以開始預購啦 我們看一下圖跟底霸 這個我自己想買 這要買一下 這我真的很想買 這很可愛 可是買的話也要幹嘛 之前有個本田百列長的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買 我想買 好啦這個是 快打一直以來 都會出一些官方作品 好笑 下面還有預購網址 這很好笑 還有QR code 欸 卡普空 該給一點廣告費啦 呵呵呵 好 再來 我們上禮拜 另外一個受到矚目的就是 終於要公佈這個新角色的影片 來 市長Cody 超帥的 超帥的 整部影片看完了 人家跟我說 那是Candy我沒搞 我都沒認出來 髮型差太多 對啊 蘇油桶 認不出來 你看 你看 我告訴你 我不需要任何事情 哦 我已經想到那個剪髮了 蘇油桶很不錯 你有看過嗎 有吧 看過了 然後現在不要想要講另外一個 等他不忘了講到 這出場真的有點帥啊 這時候還蠻帥 超帥的 這個時候 對 後面就變得有點gay 你知道他穿監獄裝的時候 對啊 他到底為什麼 騙市長 對啊 可能故事模式 我聽說是委任 市長委任他 可是他 那他為什麼被關 他是莫名其妙 他是覺得外面很無聊 沒事去建議住一下這樣 蛤 真的真的 對啊就是這一套啦 這一套感覺變很gay啊 這套我喜歡 他們穿市長的衣服啊 市長是穿這套 你知道 你記得嗎 我知道他特市長 他特市長 他特市長就穿了一套嗎 特市長內褲上面一個乳牛 我覺得很可愛啊 哈哈哈哈 真的啊 等一下你這樣看導播怎麼結起來 他出場那邊 內褲 內褲裡面有一隻乳牛 哪有有一隻 我記得我以為他在內褲上的乳牛 真的啦 我記得我記得有一隻 我記得有一隻 乳牛啊 這乳牛可愛啊 這在那褲章 不是在褲章 在那個褲章 他邊邊啊 好要走秀了 走秀了 走秀 然後有人說這樣子構圖很像海倫仙兔死 笑死 有點笑 好啦這個 影片在五月 也就是上禮拜公布了嘛 可是角色要到六月二十七 他這個死印最尾套是街頭快打 很像捲頭過關動作衣服 就以前嘛 對 還有四代的監獄 好我們就這一季就剩下兩隻角色了 G跟薩卡特 薩卡特最後 等好久天 拿水管的帥帶啦 Cody感覺會是RB喜歡的角色 我覺得還蠻喜歡 Cody有人不喜歡的嗎 蠻喜歡的 我不知道 我還好 我還好 他OK棒 不要老婆大 很大一顆 為什麼你們沒有去找那個 就是他拍那個 就是有網友上傳 他拍那個 Infotration跟那個 石油王 反應影片嗎 然後我看到Infotration超high 我就想說你不是玩女角而已嗎 他在high什麼 沒有啦 他超high的耶 他比石油王還high 我就說你不是玩女角而已嗎 沒有啦 他男角也有玩 他男角也有玩嗎 哪一隻 好鬼啦 Nash 五代是玩Nash 他只是玩龜的 他沒有分男女 他沒有分男女 他玩龜的 可是我聽說他不是什麼 就是每一次都要選一個老婆 然後都只玩他嗎 沒有 他是節目效果 喔節目效果 他其實連那個 他還有人家抖那樣下跪 那都是節目效果啊 不相信我明天抖一百萬 你會不會下跪 你真的去抖喔 你真的去抖喔 他就紅我 好啦這個 歡迎吉隆東 對 我一定要講 我最近真的是太深了 你要不要先解釋一下你的臉是怎麼回事 對那種 不是被你老婆打嗎 不是啊 我這邊長一顆那個 可能睡眠不足 那我可以幫我 讓你兒子貼的 幫你貼的 這是我兒子 真的嗎 我想說怎麼那麼花 我想說那顆不好看 我就把它貼起來 然後我也找不到東西貼 因為我不喜歡貼那個 小小的很奇怪 然後我兒子會貼這個 我就跟著貼 我一定要接著 這是很好喝 你有沒有喝過很好 超好喝的紅沙扁 放下 拿錢來 拿錢來 不是啊 那真的很好喝耶 好啦 這個大家有在follow那個 基隆東的那個胖老爹臉書 應該都知道了 旁邊開了一家台灣紅茶冰 那個 對啊 你也拿帶個六杯來 開一杯 我下週帶 我下禮拜 我下禮拜帶 你上次賭博賭書的 你也還沒請我們吃 我今天 因為我 那個炸雞店嘛 我今天都在 那個極其商品店 因為今天進櫃子 跟進冰箱 對 不是說要開了 所以今天進櫃子跟冰箱 所以比較麻煩 今天量比較多 那節目真的變你 打廣告的那個窗口了 別這麼講 不是東西好 才會分享給大家 我們會分享那種爛東西嗎 對啊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對啊 我以前喝過一個很好喝的 蹦蛙咖啡啊 沒有 有道理喔 真的好喝 我不喝咖啡的 我喝我都一試成主顧了 是不是 你去過幾次 兩次 人家開多久你去兩次 你這個是700嗎 對 25塊這麼大杯 超值欸 700有這麼大杯喔 真的 在中山區 排隊排到中山區 你看多誇張 中山派要從這裡騙誰啊 哇 你們還有賣檸檬汁喔 太好喝啦 真的假的 賣檸檬汁欸 他賣檸檬汁欸 真的很誇張欸 好笑喔 你們兩個真的默契 真的是夠了 你們可以去拍那個 YouTube影片了好不好 好啦 這個Cody 預計在6月27的時候 到時候上市 阿B 就教給你了 教學好不好 好那 相信這隻角色 大家也等期待很久了 到時候我們節目 會有這個很精闢的介紹 大家不要錯過了 再來 除了Cody要上了之外呢 卡琳 四空還有爪子 喔 四空跟爪子 終於有新服裝了 終於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四空是還好 我覺得爪子真的很久沒有衣服了 卡琳是很好賺是不是啊 什麼意思是衣服裝啊 女角都 沒有四空是真的也沒有什麼新衣服啦 阿真的嗎 真的真的 之前那個西裝不是嗎 這個 這個有點像天狗那一套 本田啊 他臉上有畫東西 我都覺得都是本田 OK 那龍也有出不是嗎 龍那個是好像是活動的吧 那是最近的 爪子這個是還蠻帥的 龍的那個比較帥 我想要都是龍 龍那個拖到只剩下一個 那虎龍武士那個嗎 魔劍村 魔劍村 你以前小時候沒有玩過那天堂 這只剩下四角褲那一件嗎 沒有他穿鐵 鐵甲 有兩個一個就是被打掉 撕內褲的 對啊 一個是盔甲一個是被打掉撕內褲的 所以他那個應該也是一樣啦 就是一個skin 然後你一開始的時候出來是鐵甲 然後你按那個脫衣服的指令 沒有你可能學過一半 可能你學生一半就被打掉了 學生一半 他龍那麼爛誰要玩啊 出一些 洛門角色 經典角色還是要出一下 搞不好他S4又變強了 應該不會 這冷氣應該不會 好啦 總而言之這個 新服裝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我們回到賽事的消息 這個ELEAGUE 2018 也就是美國一年一度的這個 會上美國TBS電視邀請賽呢 即將在 大概五個小時之後要舉辦了 我們來看一下組合 這次的邀請賽很遺憾的是 沒有台灣玩家受到邀請 不過第一個對戰組合就相當精彩了 第一組這麼硬喔 對 這個在SOHO也就是 禮拜六的凌晨三點呢 要進行的是 TOKIDO、TOKIDO、TOKIDO、LUFI、PR、MENA、D、JB 這六個人一組 五 那賽事時間預計會進行七個小時 取兩個嘛對不對 一組取兩個 對一組取兩個 沒錯 那6月2號、6月9號 也是每個禮拜六啦 每個禮拜六都會進行 你摩摩奇有被邀請耶 有 白天賽我都沒有看到摩摩奇 他是很快就死了 他有打 有打啦 很快就死了 比較沒有進到八強 你不要這樣 他扣地快出來了 有可能 有可能 好啦 這個對戰組合 大家稍微看一下 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台灣玩家 我們上一次伊利格有被邀的是小巷 對不對 那這一次比較可惜 因為他這個應該是看去年的成績 這個應該是看去年的成績 石油王也有點可惜了 好 那伊利格的部分的話呢 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這個還在爭取中 我在爭取中的轉播 那日本明星賽 這個也是open rake他們所舉辦的這個明星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有自己挑隊員了 看圖片 我有看了 我比較好奇他們到底是怎樣挑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挑的啦 是自己挑還是用分配的 我覺得可以明燈榜就乾脆預測一下這個好了 你說明燈榜預測這個嗎 其實這個很精彩 這個應該蠻精彩的 這個應該蠻精彩的 這個 你知道TOKIDO挑那兩個是誰嗎 那兩個是誰 FUTO跟Marco 哇塞 還有梅玉園是什麼 你尊重一下人家 還有FUJIMURA 梅玉園是 FUJIMURA綠色那個 他挑MOV跟誰 MOMOCHI MOMOCHI跟MOV喔 對 那個也很硬 我覺得MOV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NEMO那一組是KATZNOKO跟STON COOPO 然後 沒有啦 梅玉園那一組是SAKO跟BONJANG 什麼沒有 我剛剛說 SAKO名叫SAKO 我說TOKIDO 你說TOKIDO OK 我知道梅玉園那一組是挑SAKO MOK那一組是TOKURA跟HITANI 這其實每一組都蠻硬的 齁 這個會在這個瑞举 STREET FIGHTER FIVE ALL STAR 也就是明星賽呢 應該是這禮拜吧 我看一下時間 好像是禮拜二吧 我印象中 有字卡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贏的有什麼 也是榮譽感覺 好像有錢 錢 這個獎金還蠻高的喔 日幣 日本人不是不可以拿獎金 廠商自己出可以 你不能讓 不能收門票 不能收門票 廠商自己出可以 因為這個又是這個 SIDE GAME爸爸出的 非常知名的這個遊戲廠商 好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持續關注一下 OpenRack舉辦的這場比賽 那我們來一下快打戰後爆吧 我們上禮拜的美國 白金賽COMBOBREAKER 我們先看官方TOP5影片 不過他們剪了 沒有一個 反正應該有那個 德古拉表達沒拿的地帶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對啊好像轉馬上老舟喔 你說那個老舟嗎 軟的 喝水 他後面在喊 We want Kobe But Sien Congratulations to Sien Of course Far 後面那個 奧黑好強勢 第五個就是 德古拉隊沒拿 他這裡不應該做這個set 啊這個下中獎 完了 可能要出就好啊 可能要出就好啊 你失望地獎人 我不知道啊 要出就好啊 超白癡的 贏著打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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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容易的 他氣死了 沒有我跟你講 現在打那個 Uriah 我已經解開 他那個3RG 自己太痛了 那你如果你是他 你會出當那個下中獎嗎 會啊 那麼黑黑玩就下中獎啊 黑缺反啊 沒有啊 他那個很難想到 他那個很難想到 他那是缺反 是可是那個很難想到 我會啊 還是會 看角色吧 這個每個角色都這樣子吧 風將的卡琳 風將的卡琳 沒有玩了 我覺得風將的卡琳玩得超好的 我都不知道 看起來好像玩了好幾年一樣 後來看卡琳玩得超好的 你覺得跟YOLO的血一樣 這個死掉啦 這個超痛的 他剛挖針給你啊 你剛剛回答 他剛挖針給你 他說跟YOLO的血比較好 喔喔喔 我覺得風將 風將真的超強的 好像他不像 不像剛轉耶 這是Nakodo對Nemo 鏡子 這個中段沒抽到真的 欸沒有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其實 Nakodo抽中段是很合理 那個非常安全 誰會想到被鏡子這樣丟啊 那個其他角色也不會有事 對 其他角色頂多都被打一下 因為他鏡子可以一套吧 對 但我已經那個情況是這樣 沒有 他其實阿庫那時候一前跳 我就大概知道已經是抽中斷了 如果這時候是血 他已經點下硬下 他媽的老間巨華了 沒有 真的你看他 全身有就是有那種什麼 攝影機打背 然後全Q都是先點下斷的 摩摩 其實這就是沒戰法你知道嗎 如果是Invo上來跟他打的話 Invo就會贏 可是偏偏是閒先跟Invo打 先打 Invo沒有打很好 但是Invo這邊打就沒問題了 Invo這邊打上次是輸欸 我覺得 一機會絕對比選擇 我覺得無誤啦 沒有我真的覺得都無誤了 我覺得先打Invo比較好看 有幾次就只要打 我剛剛看不懂 這到底他剛出現cross up 所以打背落這個 一直在5050誰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要很晚很晚才有可能打背 所以基本上Invo前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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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扯了 這個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要被摺一次 摺了再摺 摺不完啦 這招真的超扯的 其實柯西那個一定打背啊 開始先打背 後來又跳回前面 他那個全標是一定打背的 只是 我不是說全標 我不是說後來丟那個 手裡劍 手裡劍 手裡劍之後是他先 六六過去先打你背 然後之後又瞬移過去 這很白癮好不好 好那這一次就是 大家看到閒的這個Ibuki 算是這個表現得非常好 那大家會比較意外就是說 Fujimura比較早就出局了 那他輸給誰啊 Fujimura 完全沒有影響 石油王 立委啊 所以在 我記得是在64還是32強的時候 不行是吧 他拿6個冠軍了 受不了了 那 人也會累 據說Fujimura是那天有點感冒 怎麼沒有那個石油王的那個畫面 他也超可惜的 石油王的話就比較可惜了 我最生氣的是他輸給那個誰 他勝部輸給那個嗎 太可惜了 他最後花兩個氣球 你去說最後一個 他在數點啊 他血領先一堆啊 沒有 對方已經死了 他那個跳路 其實他其實有算氣的話 他其實兩個氣的話就死了 他說前面那個combo花氣就死了 他說combo花氣 他選擇一個沒辦法 沒辦法了 他以為會死 他說沒辦法加傷害了 對沒辦法加傷害了 然後就對方 然後他又是對方導致 他又很趕的過去點死他 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暗摔 他跟我說暗摔 我問他你幹嘛不點 因為他覺得 那個時間點摔 抓好他已經沒辦法 然後被點自他自己沒按好 可是他被點一個CA就帶走 所以 他有後 我還說應該選擇那個 持續比較高 高的比較不會被那個 被點到這樣子 對 因為他血太多了 就算今天真的沒壓好 也不會怎麼樣 可以理解 好所以這一次石油王是第七名做手 雖然說有進到八強 第七名做手有點可惜 那不過還是有進帳100分 所以目前他在CPT排行榜是 還是排在前十名 排在第九 分數算是很不錯的 那小巷這一次比較可惜的是 稍微早一點就出局了 那目前來講也是在前20名以內 那我們公佈一下上禮拜的這個 預測名登榜 來看一下字卡部分 所以呢 大家都一樣 太太太太 大家都有預測到啦 這兩位就是一定出破了 只是近4強的人 大家都沒有猜對就是了 因為這次近4強的總共有 TOKIDO也先出局了嘛 TOKIDO沒進8強 對呀 TOKIDO先遇到那個嗎 好神奇 先輸給蹦獎 然後敗部又輸給InFOTATION 對 沒錯 那這個四強的部分就是 有Valonen 有NL 你看看石油王剛是那個最後那個 沒有贏的話 他有機會打上來 沒有 他那個贏的話直接八強 而且是勝步 而且就比較好打 敗部都太難打了 Valonen那時候不是打贏立委之後 下一個是打誰 也沒比較好打 不是啊 這個比賽打到八強是真的很難挑 然後我記得梅園這一次的身體狀況 就是梅園跟尤卡董兩位的身體 都出一點狀況就是這一次在美國的時候 梅園是喝太多 前一天喝太多 不好說不好說沒有啦這個他 他有被傷救急復發 聽說是連下就是 睡醒下床都有困難這樣子 所以那一天比賽狀況也沒有特別好 希望兩位可以找日康復這樣子 那 NL拿冠軍這也是今年的 第一個 第一個KEMI的白金冠軍 第一個KEMI的白金冠軍 我也不覺得意外KEMI那麼強 沒有我覺得他是運氣好 你有看過就知道了 他的KEMI沒有到很強 我覺得其實比賽本來就是有賽程的 那個千韻 他如果打的時候都是自己覺得 沒有套難打的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千韻本來就一定會有的 我覺得 這個就是千錶也牽動到這個之後 晉級的機率 好那我們剛剛看說有說這個 石油王的積分是來到380 其實算蠻多的 那小巷是160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Inflation在這一次的比賽之後 超越了TOKEDO成為這個 積分第一名 原本TOKEDO是第一名 Inflation第二名 現在兩個換了回來這樣子 這個 競爭也是很激烈 就目前破千了好像只有他們兩個 好 再來我們要來再往前看 快打戰前爆 那這個禮拜的CPT有 我記得有兩場 那一個是美國的積分賽 我們石油王 人還在 美國準備要參加這一場 DreamHack的比賽 來看一下這一次的參賽知名選手 有誰呢 注意看啊 我們等一下又要在明燈榜預測了 好不好 A組好猛耶 猛還在 他還在 他還在美國 那 那 那 有Nargo Do 那A2是Justin Wong跟Kate Blade 然後Terence好像是那個春麗 那Flash跟Shane就是那個華僑 那個RB的隊友 那這一次石油王去美國是住那個華僑家 那B2有江Takeuchi跟S- 那C1有Guilty就是用R3的那個女生 那C2是Oil King 石油王跟Chris G同一組 Chris G就是 在Crumble Breaker 擊敗小巷的凱爾 那D1的部分有Ricky Ortiz 就是我們春麗玩家 這個比賽沒有什麼人 Chris G現在玩凱爾嗎 他以前就玩 他以前就玩凱爾 他以前就玩凱爾 大部分都只有美國人 美國玩家 那所以呢 我們明燈榜預測 這一次呢 要玩點新花樣 我們的新規則 來看一下字卡 大家注意看 來 又要來押籌碼 每位主持人有這個2000籌碼 每周會額外發500籌碼 一數為50 賠率為1 題目的變動 本周下注完 下周做籌碼 你應該做得比較複雜就對了 那發放每月總結算一次 剩下最多籌碼有獎勵 最少的懲罰 所以每個 我怎麼看不太懂 反正每個月會結算一次 對 你幫我all in石油王冠軍 賭大的啊 你知道我 你這個賭太大 你知道我上禮拜完那時候 然後我覺得說 那個石油王我就說 這狀態不可能那麼好 你知道嗎 沒有他狀態真的超好的 我看到哪比他狀態真的超好的 直接壓冠軍 真的 他Standface的跟康柏柏尼克 都保持在一個高檔的表現 可是 其實你說他狀態好也對 可是其實他是 都有研究也有對策啊 他也是 他以前沒那麼強好不好 人家有練習 他直接選手每天都要練習 他曾經 你知道他打電動打到什麼地步嗎 他一週不是七天嗎 七天一天至少打四個小時 他每天打到都快走火入魔了 沒有啦 職業選手真的是 會必須要這樣子練習啊 所以 還是要 跟大家講 因為剛好最近 討論區在討論這個 你看小寶的合約也結束了嘛 然後 小向這一兩場的比賽 表現也沒那麼好 大家就是還蠻擔心 這個 這兩位目前的表現 說他們今年會不會 沒辦法進決賽 或是說接下來要怎麼辦之類的 我會覺得 討論區要知道 當職業選手 真的不是一件 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 當然我也知道大家可能利益是很好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些討論 我覺得點到為止就好了 選手的努力是 你在檯面上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我覺得 理性的討論當然是OK 但是不要有一些太什麼 阿某某某誰誰誰誰不行了 這種 不要否定 對啊 都要給人家機會 我覺得小向還是有機會 你們都要否定小向 尊師重道 為什麼不是小寶 為什麼不是小寶 尊師重道 為什麼不是小寶 小寶不會阿小寶 我覺得 你覺得小寶還有機會 這個 他角色 他角色打那種什麼好鬼 根本沒有辦法打 一直壓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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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玩阿 對啊我想到 你之前不是說那個 你覺得某某某打那個TOKITO沒辦法 這次他打贏 我想問 他贏的也沒有贏得很好阿 你說他的NASH被屌打 這次他用NASH打贏 逃鬼 其實打的 都有機會 就打到最後阿 我真的覺得他人真的太強了 你看他玩卡琳也玩的這樣子 防守都100分 當然當然 他基本上我覺得 我自己看某某某的對決 打TOKITO給我看 還有他玩卡琳 但我覺得他整體的建立是在 這個玩家的防守的對策 已經做到很高的分數 我同意 他卡琳真的超強 我覺得他不是進攻上面做了多大的優勢 他不管是玩哪個角色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對 他自己防守的時候會 還沒接近你之前先做立回 跟被接近之後做的選擇 他做的大概是我看過 我覺得 比賽的選手裡面做的最好的 我覺得阿 所以你覺得駕駛員佔了比較大的部分 對啊 你看如果 我講那個 所以他是比TOKITO強嗎 你就這樣講嗎 沒有 TOKITO是你很難接近他 TOKITO是你很難接近他 然後 然後我講一個 大家應該比較能夠理解 比較容易白話 就是 你看比賽的時候 像美圓也很強 可是 大家直接選手在打他的時候 就可以確定說 譬如說美圓在角落 不管是S2也好 現在也好 大家會覺得說 他一定不解摔 對 因為美圓真的也沒招 他選擇選最好 結果不解摔 所以美圓會被這邊摔到死 沒有 TOKITO這邊摔到 我跟你講 你直接講結論就是運氣 沒有 你看 等一下這結論怎麼摔死 你看蹦牆會不會摔死 你看蹦牆會不會摔死 你注意看 這麼多比賽 你去找那個VOD 那個蹦牆一直摔 同樣都不解摔 一直摔 對對對 那你注意想那個比賽這麼多 比如從 對 S1 S2 S3 這三個比賽 S2比較難 因為S2有連摔 你從那個S1跟S3 你注意看 會被摔到死的 只有美圓 TOKITO都有可能 可是蹦牆很少被摔到死 為什麼 他會解摔到死 他會往前跳 他會選很多他想要選擇的事情 他的防守選項比較多 他會防守選項會去去 他會猜 他不會真的是 硬逼就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給你摔好了 他不會做完 你去看 他不知道為什麼蹦牆沒有被摔到死 也就是說他沒有那麼固執在放手 不是是這樣吧 對啊旁邊有一個 其實我覺得美圓 現在也不會 也會選前跳 也會選前跳 現在角落前跳的選項 大家都還蠻敢選的 有啊小向就不選啊 我跟你講他哪天真的殺怪 他應該不會看前路吧 TOKITO更厲害 我覺得他是 因為他是豪鬼 他前跳出過旋風角會拉更遠 旋風角 旋風角 其實很久以前就是大家 對很多 前跳的選項其實真的比較好 也不是比較好 是其中一個選項 不是辦法中的辦法 不是辦法中的辦法 但是很多一些世代的玩家 就是玩快打 就說根深蒂固的觀念久了 那個改不掉 Tommy也改不掉 最近也有改掉 最近一直前跳 他以前就是不前跳 在那邊角落一直 一直在那邊看 我想說 打有些角落前跳沒有用 像你打卡琳倩明 他就點一下在前前 你還是在角落 你還是在角落啊 沒有你有用紅格爾摩 他怎麼點你 他不可能用點你 他一定要打你的 點一下前前 就過去了 點一下前 OKOK 卡琳那個 東一下 拿前前 你還是在角落 不過那也是要有他 有那個意識 要提防你說 你會跳 他如果有出什麼招 也不太能夠再做回方 我不曉得 Buddy可能真的跳比較慢 沒有 Buddy前跳四伏很快 一下就跳出去了 比較短 跳比較短 好 我是覺得 反正大家 像我們這樣的理性討論 就很不錯 哈魯如果你有請 他硬跳了 你把他們的VOT抓上 我有看 真的是把TOKIDO 摔死了啦 那個摔死 我問你 能摔死他一場 能摔死他兩場 能摔死他十場嗎 怎麼可能 TOKIDO也是真的 不喜歡解摔 我都知道他哪些會解 他不會解的 他不會解的 哈魯如果你下次又騎 小巷來你跟我講一下 我請假 絕對不要跟他講 絕對不要跟他講 我們尤其小巷 來歡迎 他從後面 絕對沒有效果 我很尊重他 這次重道 洪立投才輸一點點而已 你打強舞就不一定 你說豪鬼打 你說打蹦翔嗎 輸一點點 我覺得會有那個結果 你知道兩個角色 那個強弱度 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那裡 你知道一個在那裡 一個在那裡 差那麼多 好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來玩一下 這個明燈榜的部分 我們今天兩題 好不好 籌碼都準備好了 那 要怎麼下 我們要先拿起來嗎 籌碼先拿起來 籌碼先拿起來 籌碼先放著就好了 我們到時候要看要下多少 自己拿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 石油王是否挺進4強 有賠率喔 可以啊 我直接all in 你第二題表 我直接這題all in 他不可能沒有4強 你要2000all in是不是 他狀態太好了 我all in 同聲all in 那 身為好朋友 我會all in 那天我看石油王 因為盧比有播 我們播到6元多 快7點 可是我收到瘋 他說 反正他這場是 之前是想說搶分數來打的 結果他想說 他有美國公司 他現在有點想家 反正白星在那邊拿夠 這也沒什麼分數 ranking而已 他也隨便打就算了 隨便打也是 屌虐啊 因為我覺得他的狀態真的太好了 我覺得他的狀態保持得很好 他的狀態保持得很好 所以兩個都all in 兩個all in all in哪一題啊 第一題啊 倍率是一樣的 第二題那麼難猜 我還誤猜第一題 也是齁 你選冠軍 那個倍率給太低了吧 冠軍是很好選是不是 冠軍真的不太好選 你冠軍的倍率是差太多了 冠軍不可能這樣可以 沒關係 這個之後還可以再調整 好不好 你這種情況就像是 還沒打到8強 然後就影響NBA 那麼多還沒打你就要先猜冠軍 然後還給兩倍 冠軍一賠二演 總共兩個人打是不是 這怎樣啦 只要一賠八吧冠軍 沒關係啊到時候 讓哈魯跟劍東討論一下 正常嗎 應該 就算大熱門的話 應該也要有三倍 大熱門儀 也要有三五倍真的啦 五倍太誇張 要看多熱啊 這證明哈魯沒有看過四足賽 那四足賽冠軍大陸門都一賠花 都一賠四五的 四足快開梯了 捏的跟運動踩 好 所以那個RBA 怎麼下 反正我是下第一題就好了 我覺得RBA要想很久 來 我第一題下一半會進市場 一千嗎 因為你有兩千嘛 所以我下一千 那我的話 十六王我下四 也是一半 然後冠軍的話 冠軍喔 冠軍的話 其實我有點想分開 我們下那個不在上面好了 我覺得不在上面的機會蠻高的 我也有點想下 不過你要看最近美國積分賽拿冠軍 我要把第一題全部改掉第二題 我要把第一題全部改掉第二題 我要all in那個不在上面三倍 我覺得我贏面很大 那個不在上面的機會 比十六王去市場還容易 我冠軍不在上面的機會多高啊 那為什麼你冠軍只有這幾個人啊 因為最近的美國積分賽拿冠軍的 不外乎就這幾個 Punk先去掉 Punk先 Punk最近都沒拿分 欸沒有其他選手了嗎 可以再看一下選手名單 很多啦 我跟你講那個J-O 沒有他就是不在上面 就是不是這幾個 那個J-O我看過他比賽 他就是虐美國人特別強的嗎 一到外面就被虐 欸沒人的欸 應該也沒有 應該也不會 沒人的 哈魯會這樣挑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沒人的嘛 你是不是整我了 他可以指日本人啊 這樣啊 還有醬啊 這樣等一下就回家了啦 包一包了啦 算了我還是下第一題好了 看一看這個組合其實是蠻有機會的啦 我還是下第一題好了 我是一半一半 可是我這樣一半一半很沒意義啊 我兩個都下石油王的話 我第一題 我第一題 all in 我誰啊 我直接all in 石油王冠軍啊 好 四強啦沒有冠軍 你要下冠軍這麼派喔 他冠軍跟四強組兩倍啊 我跟你講那個J-O 因為我去研究他的那個卡琳跟梅乃特打法 他就是 他就是 打 比如說梅乃特 比如說我玩梅乃特 對 然後比如說對方也玩梅乃特 對 他就是他之前啦就是 啊不然我換卡琳 對 卡琳被打爆 他現在還有附練個春莉 對 他就是啊卡琳被打爆 啊我就換春莉 春莉也被打爆 啊我梅乃特 他現在focus在梅乃特 可是梅乃特那個角色就是你也知道喔 遇到石油王就是 嘻嘻嘻嘻嘻嘻 不利啊 跟你講啊石油王一定能懂 啊那那個拿摳毒我也有看他打 他的打法就是他真的很怕死 拿摳毒 然後又罵凱伯 這是杜 我跟你講他的打法我也有研究過 對 他的角度就是壓死他 因為他超級怕死 他一直擋一直擋那種 他超級怕死的 他就比較便防守 他生病嘛 生病過的人就是這樣 十六王就是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要被人家告我跟你講 感冒也是生病啊 很奇怪 十六王不可能輸的 我自己是壓一半一千塊給十六王四挺進四強 然後另外一千壓不在上面好了 我跟Ruby一樣 我贏四強 謝謝 贏勒 四強我壓一半 下一題我不壓 選擇放棄可以嗎 可以喔 你超貴的你玩這個也貴 這每一週都有 你一下輸光你那個P啊 先不改嘛 這一週先不改 那我第一個我全O-in四強 你聰明了四強就兩倍 我沒事幹嘛要蹲下去 這帳喔 我們每個禮拜會有五百 又不是串場 還是第一題跟第二題可以串場 串場就倍數又 倍數成倍數啊 先不考慮串場的部分 沒有串場 先不考慮 然後我們每一個禮拜的節目 一開始都會多五百塊的籌碼 所以不用怕沒籌碼 欸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傻病沒有打嗎 沒有 沒有 傻病他不一定哪一場都會打 因為我比較怕他 因為我看十六王也是那種角色 遇到一些比較 比較奇葩的角色他得hold不太住啊 可是打細斗遇到R3應該算 一定好打 可是他有點 安全角一個出必殺哪個比較划算 那出必殺划算 這樣有道理啊 好 所以呢我們這個 美國積分賽 會在這個週末 也是大概凌晨的時候開打 詳細的賽程 我會在我的FB在PO 那我們的字卡 可以來看一下本週賽事整理 國外的部分 剛才提到這個 十六王要參加的是 DreamHack Austin 2018在 美國的Austin所舉辦 那預賽會先從六月二號 那不就今天嗎 今天一號啊 今天一號嗎 明天晚上十一點 那八強的話會在四號的六點 然後伊利格的部分是稍後 也就是六月二號的凌晨三點 明星賽的話是六月五號 國內的名人邀請賽 就是明天跟後天 冠軍十萬嘛對不對 冠軍 總獎金十萬 冠軍四萬 欸 壓一下 這八個誰會冠軍 我們有 關組是 你這個是 很給面子 人在就選擇 給面子 你心裡真的這個答案嗎 我看到你的小 沒有 我真的覺得 我只希望他不要開一些低能 我只希望他不要開一些奇怪的角色 我有什麼角色是低能角色 蠻多的 屁如 屁如 我三啊 自搶三嗎 八強到四強搶三 然後第二天搶五 蛤 搶五 沒有人要打搶五的啦 第二天搶五 真的假的 你怎麼會不知道要打搶五 四強到冠軍賽搶五 有敗部嗎沒有 有有 我跟妳講打搶五 槍五沒問題 沒有打搶五的超對策的 我怕他又玩那個四空 然後第一場輸的想說 其實四空可以打 再玩一場好了 打電腦又輸 可以讓我看一下八個哪八個嗎 我們再看一下最後一張字卡 我跟妳講如果打到搶五 我可以跟你講有幾個人 直接可以淘汰 直接可以淘汰 他們打搶五是絕對輸的 老波麻煩 我跟妳講先把卡卡米跟那個小寶 都畫叉叉了 那個人打長盤都是回家包一包的 你要看他們第一天同八強進四強 我們第一天的對戰組合會是 關主對海選四強 然後用抽籤的 以我對他的認知 我真的覺得卡卡米跟小寶打他 卡卡米我不確定 不過應該是 他們帶龜殼還蠻長打長盤的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妳講 不要抽到右台就好了 他那個角色真的是 怎麼樣都幹死你了 那種就是 你再強也不可能摸出來的 而且他超喜歡用那個 因為我看他 我有去抓VOD 他超喜歡用那個 壓完前前陣衫那個金色的那個摔 超喜歡用那個 那真的超強的 暈了人 所以我想問一下 賽程表出來了嗎 還沒啊明天抽 現場抽 誰啊 對戰組 超次最煩喔 右台先死你就會冠軍了 可是RV有機會 等一下 你怎麼 你拆棚啦 拆棚啦 拆棚啦 椅子要壞 我剛剛去帶一個 椅子要壞 我剛剛去帶一個卡卡的聲音 對啊 對啊 我要抗議 他那邊沒壞 我這邊先壞 你一直 你一直動錯啊 他沒壞我先壞 我沒有動錯 下面掉了一塊下來 真的欸 那個掉了 你別嚇我啊 這椅子有點沉啊 沉下去了耶 這椅子有點沉啊 那個底板掉了 底板掉了 你把它拿起來 你把它拿起來 底板拿起來 笑死 我們到底要在這邊拆人家多少東西 會怎麼做的啊 哇 哇 沒事啊 小事 底板掉下去而已 大雞小怪 笑死我 一群小學生 好啦 偷問一下RV好了 剛才那個線上賽冠軍四個 你最不想抽到誰 右台吧 因為他那個角色實在太運氣了 好 對 比較難溝通 就是真的就是 必要的時候 你真的要把那個丟給老天決定 要拚啦 要跟他拚 其他就是你可以用力回 或經驗去打他們 絕對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他那個角色就是 真的運氣成分比較高 所以我比較不喜歡打他 打右台 我相信右台也是 每一個官主都不想遇到 他講的我也認同 可是 那個角色也沒那麼好力回 但 其實 現在這個版本有 米卡爾再往上修一點點 目前評價 他現在就是 240就進一級全 跟鬼一樣 240嗎 就是你的血量低於240 沒有 240就進到一級全 他中全會讓你直接發一格氣 你就帶腳踝啊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低於 他就那個收選能力太誇張 那240你跳嗎 還是不跳 你要不要跳 不跳一次死 因為我沒辦法反駁你 因為我也知道那個就是 就是二選一 不是我是覺得 沒有我是覺得指令頭這種東西 二選一我是可以接 但是我真的覺得240 我也沒辦法接受 240真的很誇張 240 而且他那個距 那個EX指令頭 EX指令頭 重點是他那個距離 超級遠 對啦 你說是熟的那個嗎 熟的 比較痛 當然那個丟出去沒 但是問題是你沒血的時候你怎麼辦 沒血就是沒辦法 你240發音清楚一點 我現在240 我說這是什麼東西啊 沒有真的是你的血 你會覺得我血還很多 結果怎麼 他一發光丟出去 直接的人就死了 你會沒想到 你會進入他的收血圈 可是那個幾乎都 最後收血的啊 那你怎麼辦 那你要二折欸 他打你也是死的嗎 200多次 差不多了 8點了 8點了 沒關係 不管是任何一個Mika 他們收血都中那一招 可是他那個很陰險的是 普通不是點一下再摔嗎 他那可以點兩下都拿去 你一直往前跳嘛 拼了嘛 一直往前跳嘛 我他自爆 一直往前跳 不知道啊 不錯 你真的對Mika還蠻有研究的 沒有啊 因為就有一個人特別喜歡用啊 我也不知道 坐在那邊的啊 他那太無恥了 因為他那可以消白血 就是把白血吃掉你知道嗎 他就是先用那個 中的進來 然後或者是用那個 對 用那個前重手 控制你血嘛對不對 應該不會死他 因為一甩下來怎麼死了 那240了很痛啊 240了 好 我們這個 總言是希望明天 RB可以先順利過第一關 進4強 可以可以 加油加油 所以那你猜冠軍是誰 RB啊你猜冠軍是誰 沒有啦 那你猜冠軍是誰 我覺得 要這樣我猜 不能自己猜啊 他是長賽選手啊 阿龍你猜誰 快點給你猜一下 明天八強 明天冠軍會是誰 小將我覺得有機會啊 尤龍沒有參加 好好好 你幹嘛故意講出來 蛤 有這種事 蛤 為什麼尤龍沒打 我猜馬車 那RB就來 RB會猜他 沒有只差一個我馬車 那我八個全獎好了 可以嗎 賭多少 還要賭啊 其實你要看 你要看誰要走 外插 要看誰要走 你要猜誰 葉子猜誰 RB 我猜小將 嗯 嗯 好 真是重道 我靠他吃飯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打到後面走長盤 他也是今天比較 對啊 不要忘記搶我 我覺得也有機會 阿準 阿準 阿準又怎麼了 阿準又怎樣 他沒有睡覺 沒事啊 十差 真的假的 那凌晨五點的那個飛機啊 那好那 有四個是那個打比賽的嘛 那四個是邀請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猜 那個邀請的 會不會有人第一站就輸了 邀請的 邀請 邀請 關主喔 因為他應該是 因為就算抽籤應該是關主跟 對挑戰者 要看角色喔 我覺得要看角色 要看角色 他們四個角色你不都知道嗎 不是 要看誰 要看被戰 要看抽到誰啦 要看抽到誰啦 因為其實現在這樣子不太好拆 算了不要挖坑的時間到了 好啦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這個明天算是 國內賽事最高 也不能說最高等級 就是這個陣容相當豪華 在石油王缺席的情況下 我們把幾乎台灣全部會後完快打的人都聚在一起 來 所以明天的雅虎大家不要錯過啦 明天下午兩點 現場是可以去的嗎 可以啊可以來 不過 在那個新生高大橋是不是 對 下面是不是 鐵龍 就鐵龍那邊啊 就鐵龍 那旁邊不是要打籃球嗎 你是不是找我 沒有啊他就那邊都搭棚啊 整個圍起來 喔 所以一半是籃球場 一半是 欸欸欸欸 他走去免疫打球 我可以啊 我殺我沒事啊 哇你約他打球喔 啊 為什麼我們打電動打不贏 我們都會打球啊 打不贏 都會打球可以了吧 奇怪了 好啦 好那總而言之 這個禮拜的賽事也是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選手加油啦 好 我們接下來要廣告休息 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回來了 快打圈文武30週年合集試玩 馬上回來 拜拜